民间故事 小姐与小伙计喝醉 两人聊了半夜 得知小伙计身份差点下滩 大家好 这里是风牛爱世界 山西最南端的黄河岸边 有个村子叫黄龙寨 村里有个小伙子叫黄三 黄三从小父母双亡 靠吃百家饭长大 由于家穷 三十岁了还是光贵一条 这一年 安徽山东一带黄河发大睡 淹没了大片田地和村庄 来这里逃难的人很多 这天傍晚 黄三从外面回来 看到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子 躺在他家门前 黄三心善 赶忙蹲下查看女子是否还活着 他把手指放到女子鼻子下 感觉女子还活着 便轻轻拍打女子的肩膀 不一会儿 女子睁开眼睛 黄三问他怎么了 女子说他是从安徽逃难过来的 丈夫已经在路上饿死了 他也三天没吃饭了 黄三赶忙扶起女子 打开门 将女子扶进家中 让女子先躺在床上休息 然后做饭给女子吃 女子一连吃了两大碗 吃了饭 女子的气色好多了 他说 谢谢大哥相救 说着就要跪下给黄三磕头 黄三连忙拉起女子说 不必客气 出门在外谁都会遇到难事 何况你那里遭灾 女子看了看家里 只有黄三一人便问 大哥 嫂子和孩子呢 怎么只见大哥一人 黄三说 我孤身一人 哪来的嫂子和孩子啊 女子说 那谢谢大哥 我得走了 黄三说 天色已晚 你逃难到这里 大晚上的上哪去 你要不嫌弃就在这里住一宿 明天再走 女子说 大哥是个好人 我一个寡妇人家 怕污了大哥名声 黄三说 我都三十岁的人了 无所谓名声不名声 倒是你一个女人家 这大晚上的无家可归 才是危险呢 就在这里住一宿吧 女子说 那就太谢谢大哥了 黄三说 还不知道姑娘怎么称呼呢 女子说 我叫赵水莲 大哥就叫我水莲吧 第二天 黄三要去地理干活 水莲说他也要走了 黄三问水莲 你准备往哪里去 水莲说不知道 随便走吧 走到哪里是哪里 反正家也没了 丈夫也没了 黄三说 那你要是不嫌弃 就留在这里给我洗衣做饭吧 水莲说 大哥不嫌弃我是个寡妇吗 黄三说 你是个善良的人 又长得这么俊 我怎么会嫌弃呢 水莲说 谢谢你大哥 于是 黄三就去地理干活 中午回来 看到水莲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 又看到桌子上热腾腾的饭菜 感觉非常温暖 长到三十岁 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 黄三说 水莲 你愿意嫁给我吗 水莲说 只要大哥不嫌弃 我当然愿意 黄三说 那好 我明天去给三叔说说 我们就成亲 水莲说 大哥 还有一事要跟你说 我和丈夫成亲三年了没有生孩子 可能不会生 你要是不愿意 我马上走 要是愿意我就留下 黄三当然也非常想要孩子 但他想自己这么大年龄了 有人愿意嫁给他就不错了 生不生孩子也就无所谓了 何况有的女人开怀晚 水莲也许会生呢 于是就对水莲说 即便不会生孩子 他也愿意娶她 第二天 黄三就去给三叔说了 三叔是黄三唯一的亲人 听说黄三要成亲 很是高兴 便叫了村里几个有威望的人 来黄三家吃了顿饭 便算是为侄子黄三成了亲 黄三和水莲成亲后 虽然粗茶淡饭 却是恩恩爱爱 农忙时候 水莲也经常去地里帮忙干活 这天 两口子从地里回来 半道上遇到几个逃难的 其中一个老婆婆快要死了 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 他在老婆婆身上哭 黄三和水莲就过来看 黄三问几个逃难的老婆婆怎么了 几个逃难者说 这孩子是老婆婆的孙子 儿子媳妇不知道去哪了 老婆婆也快不行了 老婆婆睁开眼对黄三说 好人 行行好吧 我快不行了 你把我这个可怜的孩子领走吧 这个玉佩是他娘留给他的 话没说完就去世了 黄三接过老婆婆手里的玉佩 和水莲把这个孩子带回了家 黄三又做了一个简单的棺材 把老婆婆埋了 黄三问孩子叫什么名字 孩子摇摇头不知道 黄三就对水莲说 我看就叫他黄家兴吧 以后他就是咱们的儿子 然后对孩子说 你叫黄家兴 我是你爹 他是你娘 快叫娘 孩子怯怯地叫了一声娘 水莲答应了一声把孩子揽入怀里 泪流满面 自从捡回这孩子 黄三和水莲对他是如己出 百般宠爱 但并没有浇灌 而且像他们这样的穷家 也没有浇灌的资本 转眼间十年过去了 黄家兴已经十三岁了 长成一个大小伙子 而且对黄三和水莲特别孝顺 不仅帮母亲水莲挑水 匹柴还帮父亲黄三种地 黄三自己没地 是财助刘文兴的店户 租种了刘文兴六亩地 每年出去交租 所剩粮食仅够三口人吃大半年 黄三和水莲宁可自己多吃一些野菜 也要让儿子嘉兴吃饱 嘉兴虽然只有十三岁 但早已明白这些事 没到吃饭时候 他总是说吃饱了 吃撑了 这天 嘉兴听说财助刘文兴家 想找一个放牛的孩子 便对黄三和水莲说 他想去财助家放牛 这样家里可以少一个人吃饭 还能赚一点钱 黄三和水莲听了 眼睛都红红的 湿湿的 孩子这么小 就知道心疼他们 没有白养白疼 但他们心疼嘉兴还小 怕他到财助家吃苦受累受委屈 黄三说 你还小 过两年再说 咱们又不缺吃的 水莲也说 嘉兴 你是个孝顺懂事的孩子 但你还小 爹和娘舍不得你去受苦 嘉兴说 爹 娘 我都十三了 不是小孩子了 也要为家里做一点事了 你们不要挡我 我决定要去了 水莲说 我和你爹本来想让你去读书考功名呢 嘉兴说 娘 读书以后再说 我不想让你们二老为了我受苦 最终 黄三和水莲没有拗过嘉兴 嘉兴还是去了财助家放牛 财助家管家告诉他 白天放一赏牛 晚上还要喂牛 一个月工前八十文 你就住牛棚旁边这间柴房 早上 嘉兴起来要先打扫牛棚 然后到厨房吃饭 吃完饭就去山上放牛 一共十头牛 八头大牛 两头小牛 去放牛要带上干粮 中午在山上吃 下午把牛赶回来 财助有个女儿叫刘若南 比嘉兴小一岁 性格像个男孩子 而刘文星就这一个女儿 所以没人和他玩 小孩子心里 没有财助店户 主子和下人之分 只有年龄大小 性格喜好之分 于是便经常到牛棚找嘉兴玩 嘉兴尽管已经成熟 但毕竟还是孩子 所以也喜欢和洛南一起玩 有时候 洛南还会偷偷跟着嘉兴 去山上放牛 山上空气新鲜 山花遍野 还有许多山国野位 对洛南来说就是天堂 在山上可以无拘无束 尽情玩耍 比在家里好多了 有一次 他们在山上玩过家家 嘉兴半新郎 洛南半新娘 他们在自己搭建的草棚子里拜天地 入洞房 洛南突然发现嘉兴脖子上的玉佩 说你这个玉佩真好看 能让我看看吗 嘉兴便取下来给洛南看 嘉兴说 这是他娘死的时候留给他的 洛南说 你娘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嘉兴说 我亲爹亲娘早不在了 我跟着一个婆婆逃到这里 婆婆临死前把我交给现在的爹和娘 原来是这样啊 你太苦了 嘉兴哥 洛南说 在家里的时候 洛南是要被父亲逼着去私塾读书的 但洛南不太喜欢读书 常常逃课到嘉兴牛棚玩 倒是嘉兴对读书认字很感兴趣 于是 洛南就教嘉兴认字写字 把书和笔墨拿来让嘉兴读书写字 父亲问起 就说书本丢了 父亲就在给他买 结果 嘉兴跟着洛南读了很多书 写了很多文章 洛南不想写文章 就让嘉兴帮他写 洛南把嘉兴写的文章带到私塾交给先生 先生连连叫好 并作为范文在讲堂上读 财助听先生说女儿文章写得好 也十分高兴 深宴感谢先生 最后 嘉兴参加院士 逃中了秀才 放牛娃考上秀才 成为当地一段佳话 嘉兴虽然考上秀才 但还要在财助家放牛 不过 财助家上上下下 对嘉兴不像以前那样瞧不起了 而若南更是喜欢上嘉兴了 转眼 嘉兴在财助家放牛已经三年了 十六岁的嘉兴已经很成熟了 而若南也是五岁了 尽管他性格外向 像男孩子 但毕竟有了少女的羞涩 见了嘉兴也感觉脸红了 和嘉兴在一起 也不像以前那么随便了 但情窦初开的若南心里 更是深深地爱上嘉兴 十五岁的若南 由于生于财助家 又出落得天仙式的 提亲者络绎补绝 踢烂了门槛 当然都是官宦之家 和豪门富家子弟 其中有两家势力最大 一家是县衙捕头的儿子 一个是当地首富的儿子 捕头的儿子叫王超 滴滴道道的花花公子 街头痞子老大 身后整天跟着一群小混混 首富儿子叫张天一 以表人才 跟着父亲做生意 滴滴道道的生意人 如果若南不是爱上嘉兴 肯定会嫁给张天一 若南谁也没有答应 他是非家兴不嫁 再到若南家提亲的队伍中 捕头儿子和首富儿子一亮相 其他人都纷纷退场 而捕头和首富两家 便展开激烈的决斗 先是捕头家放出话来 若取若南 彩礼一千两银子 接着首富也放出话来 若取若南 彩礼一千五百两银子 捕头家在彩礼上 肯定比不过首富 于是又放出话来 谁要敢与他家争若南 把他全家抓进牢房 他这也不是吹牛 作为县衙捕头 随便给你按个罪名 就会把你抓进去 至少关你几天 首富家也放出话来 谁要给他家争若南 会摘掉他的乌纱帽 这是专门针对捕头家说的 意思是你捕头敢与我争若南 花多少钱也要把你的乌纱帽 给摘下来 桃门首富斗得不可开交 而若南却坐山观虎斗 捕头家的提亲者来了 若南悄悄对梅人说 答应你们可以 但我们得罪不起首富啊 而首富家的提亲者来了 若南父母满口答应 但若南又悄悄告诉梅人 本想答应你们 可我们无权无视 得罪不起捕头啊 结果没多久 首富儿子张天一 因贩卖烟谱被抓进牢房 尽管首富后来托人花了很多钱 把儿子弄了出来 但再也没来若南家提亲了 于是 捕头家又拙没人上门提亲了 但若南父母说 若南年龄还小 过两年再说 实际上是 若南父母也不想把女儿 嫁给捕头儿子 捕头家可不是吃素的 他们很快知道了 若南不答应的原因 是若南喜欢上他们家的小伙计 黄家兴 捕头儿子觉得太不可思议 也太让他丢人了 我堂堂捕头儿子 你不愿意嫁 却要嫁给一个放牛的小伙计 是可忍 孰不可忍 于是 王超把这个情况告诉了 捕头父亲 并要父亲将若南家那个小伙计 抓进牢房 捕头听说过这个放牛的秀惨 但却不相信财主家的小姐 会喜欢一个放牛娃 再说 为了儿子能娶到若南 已经诬陷过首富的儿子 再诬陷别人一旦东窗事发 头上的乌纱就会丢掉 何况首富正案里到知府那里 告他的状呢 学不能因小失大 于是 他告诉儿子别乱来 然而 王超哪里肯听父亲的话 他先让人找到嘉兴说 跟你一百两银子 离开洛南家 嘉兴说 是谁让你来的 为什么让我离开刘家 来人说 这个你就不用知道了 拿着银子离开就是 如果同意 明天这个时候 到土地庙拿银子走人 嘉兴把这事告诉了若南 若南说 肯定是王超那小子干的 你不要理他 第二天 王超让人带着一百两银子 去了土地庙 然而 还没等嘉兴去 却为县衙的捕快 当作交易烟土的嫌犯抓进县衙 当不投知道是自己儿子 还在打若南的注意时 将儿子狠狠训了一顿 王超以为是嘉兴报的官 别怒火中烧 妈的 敬酒不吃吃罚酒 你小子活得不耐烦了 竟然跟我玩音的 你等着 若南告诉嘉兴 这几天要小心 王超怕是会找你麻烦 嘉兴说 若南 要不我先离开你家吧 我担心这样下去 对你不利 若南说 你傻啊 你走了 我怎么办 他不是还要来找我 你不能走 我得想办法让父母同意我嫁给你 若南想先把父亲拿下 因为相对来说 父亲比较开明 比较好沟通 只要父亲答应 母亲就好说了 若南来到父亲房内说 爹 那个捕头儿子一直找事 你看咋办 刘文青说 我也没办法 首富家都惹不起 咱们能惹得起吗 若南说 爹 我有个办法 你看行不行 刘文青说 你说 若南说 您只有我一个女儿 为啥不招一个上门女婿呢 而捕头只有一个儿子 肯定不会让儿子做上门女婿 刘文青说 是啊 我和你娘怎么都糊涂了 好好好 本来就该招上门女婿的 不过 如果要招上门女婿 可没有家境好的 若南说 只要女儿喜欢就好 咱们家又不是没吃没穿 刘文青听出了女儿话里有话说 告诉我 是不是喜欢上哪的穷小子了 若南说 穷小子怎么了 只要老是厚道对我好就行 刘文青说 说 到底喜欢上谁了 若南说 爹 我这辈子非他不嫁了 你们要是不答应 我就不嫁人出家当你姑去 刘文青说 我的祖宗啊 你快说是谁 你不说我怎么答应 若南说 不行 你答应了我才说 刘文青说 好好好 我答应 快说吧 若南说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就是咱们家的伙计 黄家兴 什么 小伙计 黄家兴 他家是咱们家的店户 他是咱家的放牛小伙计 让他坐上门女婿 不是让姑丧的也大笑吗 不行 不行 你娘也绝不会答应 刘文青生气的说 若南也生气了说 你们就只考虑你们的面子 根本就不考虑女儿的感受 你们要是不答应 那好 我就出家当你姑 刘文青说 好好好 我答应 我答应 但我不敢保证你娘会答应 若南说 只要爹答应就好 我娘不用你管 这天晚上 若南把好消息告诉了家兴 若南心情大好 便拿出酒 一定要家兴陪他喝酒 结果 两个人都喝多了 第二天早上 家兴睁开眼 发现自己躺在若南床上 若南一脸羞涩地看着他 若南 我怎么在这里 家兴吓坏了 是啊 你胆子不小 怎么会睡在我这里 若南说 这 这 我也不知道 我可不是故意的 是不是梦游了 我小时候得过梦游症 家兴结结巴巴地说 好了好了 昨晚咱们都喝多了 你忘了 趁天没两块回你牛棚去吧 若南说 家兴这才放心 赶忙回自己房里去了 然而 恼羞成怒的王超 却把家兴给绑架了 关在土地庙的一间小黑屋里 王超说 黄家兴 你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 不虽跑尿照照自己的脸 一个放牛小伙计凭什么想取若南 家兴说 王超 你根本就不懂什么叫爱 爱是钱买不来的 更不是有权有势就能抢来的 王超道 少说这种屁话 你家连地都没有 就三间破房子 你还给人家放牛 一个月称死能赚一百文 连你都养活不了 你还能给别人幸福 你该不是想吃软饭吧 家兴说 王超 你根本不懂什么叫爱 什么是幸福 你这样做是犯法 王超轻蔑地一笑说 犯法 我是捕头的儿子 我会犯法 我劝你还是离开这里 越远越好 你好好想想 想通了告诉我 不过 我的忍耐是有限的 王超说完 对几个小混混说 跟我看好他 跑了要你小命 然而 王超却不知道 灾祸很快就这样临到他的头上 他还没回到家 就看到他家门口来了很多官兵 这是怎么回事 他突然看见父亲 被几个捕块压着从屋里出来了 完了 赶快逃吧 于是他没命地跑 想跑到山上躲藏 然而 还没跑多远 就被官兵抓住了 原来 首富把捕头直接告到巡抚那里 由于捕头罪恶累累 所以 知府也不敢保他 派人将捕头抓了起来 而此时有人告诉洛南 王超将家兴抓走了 关在土地庙中 于是 王超被抓 家兴也被救了出来 就在这时 巡抚带着官兵来了 和巡抚一起来的 还有京城里的一个官员 巡抚和京城官员来到县衙 巡抚让县衙将黄家兴带来 洛南不知道黄家兴又出了什么事 很是担心 说要不咱们跑吧 跑得远远的 家兴说是福不是货 是货躲不过 我还是去吧 我又没做犯法的事 家兴来到县衙 被人带进一个暗室 见两个人坐在那里 京城来的官员说 听说你有一个玉佩 拿出来我看看 黄家兴说 这是我妈留给我的 京城来的官员说 我知道 我只是看看而已 不会要的 黄家兴将玉佩拿出来 递给京城来的官员 官员一看说道 来人将光家兴的父母带来 家兴说 为什么要抓我父母 他们犯了何罪 你们怎么能烂抓无辜 北京来的官员说 没事 不是抓他们 是叫来问话 不久 家兴的父母被带进县衙案室 京城来的官员问他们 你们要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 你们是黄家兴的亲生父母吗 黄三说如实回答他们 不是家兴的亲生父母 家兴是一个老婆婆 临死前托付给我们的 他还给了我们一个玉佩 说是家兴娘留给他的 我们就把他带回家 可孩子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 我们就把他当成自己孩子养 起名叫黄家兴 京城来的官员说 好 既然你们不是他的亲生父母 那我们就带走了 黄三听说要带走家兴 着急的说 家兴他犯了什么罪 你们要带走他 但他们俩被不快打了出来 水帘哭着说 这可怎么办 家兴到底怎么了 黄三到处打听 家兴到底犯了什么罪 但无人知道 不久 黄三家门口来了一队官兵 将黄三和赵水帘接走了 才入刘文兴家门口 也来了一队官兵 将刘若南接走了 原来 黄家兴是当今皇上的儿子 当年 家兴三岁时 皇上还是太子 被人陷害谋反 全家被抓 太子让家兴的奶妈带走了家兴 并将一支玉佩交给奶妈 说将来作为凭证 奶妈便带着三岁的家兴四处逃难 被饿死在路上 临死前将家兴托付给黄三和水帘 家兴将养父母接到京城以养天年 把若南接到京城和他成亲 皇上立家兴为太子 若南也成为太子夫人 一年后 若南为太子生下一个小姐 两年后 又生下一个儿子 黄三和水帘帮忙照顾两个孩子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